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段时间呢 有民讲中央政策的执行长的王毅川 包括了五党籍的桃园市议员的于北成 透过他们专业跟我们进行解析 其实一对一一对二这个房屋 我还蛮喜欢的 最近有人塞了在2022年4月15号 我离开新台湾加油的画面 那么这个点月有五六十万 另外一个六七十万是来自于 只有短短两三分钟记录的 在最后一天我在三立的工作状况 包括开会啦我的梳妆等等 这些画面都让我引领在不同的talk show节目里头 一对五一对六 那一对一一对二 事实上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对观众来讲有不同的一个领域 就像我们刚刚连线给在美国 在美国这是一个美国在 国务院时代里头 在川普时代里头 对中国政策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就是余茂淳老师 一对一的访谈里头 常常可以进入比较深层的一个境界 好今天川哥跟余北辰再度来到礼拜三 跟大家进行报道 来川哥晚安 大家好 还有余北辰 你好大家好 这个余江军台刚刚从美国回来 而且呢他还还近距离看到这一次的 就29个国家的环太平洋军演了 不过今天的话题非常非常多 因为首先我们来看是这个叫做九百星是不是 OK徐美鳳嘛 国民党立法人徐晓星的大姑呢刘向杰 包括了杜炳成夫妻跟他的友人林一伦 还有呢就是这个刘姓 刘姓的女助理呢吴宜山 涉嫌协助这个诈骗集团洗钱的部分 不法金额因为高达有2700多万元 台北地检署就在今天 依洗钱组织等罪钱起诉刘女这四个人 那么因为杜炳成爆料徐晓星涉入了 潜见深吻的不法案件 包括了收受回馈啦 内线交易等等 这些案子呢台北地检署另分他字案在侦办当中 来这个案子今天起诉书出来了 等于起诉书里头告诉大家杜炳成担任 控盘指挥运作后端水房去建立 包括了负责人跟这个什么 前端水房之间的一个联系 同时指挥刘向姐使用赖帐号的什么礼貌 小熊等等 这一些对话记录通通在今天起诉书当中已经公布了 这个案子目前进入这个发展 两位过去段时间都长期的关注 来川哥来怎么看 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是刚讲 就是他底头只有杜炳成是有组织犯罪 那其他基本上都是用诈棋被起诉 那这种案子呢就是基本上台湾这种案子非常多 所以他们今天因为上午就被起诉了 那下午应该就会进到法院 然后呢接下来搞不好今天就交保 那交保之后这几个出来会做什么事 因为有一位本来就交保 他那个无姓助理 那另外三位就他大姑大姑的先生 跟这一个林渝伦 这几位出来会讲什么话 现在没有人可以控制他们了 那他们这里头当然做了 在里头也做了不同的指控 包括对许小新 那为什么在今天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从今天开始到8月下旬的立法院是修会 修会是没有保护伞的 那没有保护伞呢 在这段期间这个检方啊 我想会大量的 因为许小新现在涉及的案子非常多 不是只有这个案子 他包括他跟他婆婆之间那一百万 两个五十万的这一个案件 一堆案件啊很多都是刑事案件 有些是他之案就不同的案 那我想刚才我趁这个空档 许小新可能要频繁的进出北检 那因为他也是立委 所以基本上也会领域他 只是说在立法院的期间 议会期间是不 拍赛给他用了 因为就是说动辄得救 所以现在开始修会我想会比较密集 那今天的这个起诉书里头 确实是没有提到许小新跟他先生 就是没有提到这两位 但是这个因为杜秉承又做了其他指控 那那个另案是在办 那另案在办 我刚提到就是说在立法院的期间 是不会约谈这些立委的 因为这些案子并没有大到一定要 马上去约 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期间 我相信还不止许小新 应该有其他的立委 也会有别的案子 陆陆续续也会被交去问 那可是这个诈欺案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 就是说从这个起诉书看起来 他在台湾的这种诈欺案里头的金额 其实也不高 其实并不高 然后这几位最后会被判的刑度 其实现在看起来也不会说 要关到几十年 也不会 所以这几位 我比较关心的是这几位出来之后 他们会讲什么 他们会讲这个许小新的婆婆 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这个许小新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 有没有参与 要记得林逸伦的太太 林逸伦的太太 不断在指控许小新的婆婆 包括付律师费 包括这个律师跑来 想要叫林逸伦全部担起来 这些事情 林逸伦接下来出来 他一定会讲 因为林逸伦是这样 林逸伦 他是一个 我把它形成讲是一个愤青 是 就是一个文艺青年 就是对社会不满的 这一个年轻人 不管他以前支持哪一个政党 或他支持左派或右派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 那你现在如果无端的指控他 就全部要叫他单起来 他是不会同意 所以他太太在上个月不断的出来 提这个律师啊 提律师教他 可能叫他全部单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刘妈妈 这个什么付律师费 然后谁去付律师费 然后许小新的先生 有没有去付律师费的 这些事情 林逸伦应该都会讲 那杜炳成 杜炳成跟他太太就是徐小新的大姑 被徐小新讲成这样 他们两个出来 如果就说假设他们在里面 看不到这些讯息 那他们出来之后 看到这个大量 当时徐小新怎么指控他们的 把他们的 犯罪的部分我们不谈 就是把他们的人格讲成这样 就是说把人格讲成这样 那他们不反扑吗 他们不会抱怨吗 他们不会跟他们的朋友抱怨说 这个徐小新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 我们当时也是多好多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人情的毅理上 应该是这个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反应的 那可能会掀起另外一波波兰 不知道余将军怎么看 当然我一直在讲一件事 在没有判决之前 都是无罪定论 所以很多人说 你看他的姐姐姐夫被积压了 一定有罪 不是积压不是处分 任何的案件 你被积压只是怕你串政 怕你灭政怕你逃亡 所以把你压起来 那当所有的调查完成了之后 完成了起诉程序之后呢 这些人交保的几率其实很大啦 在扣你干什么 还没判决啊 也没有说你有罪啊 现在只是起诉嘛 那这些人一定会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呢 他除了之前在侦查不公开 可是完成侦查 侦查中结起诉了嘛 那有很多事情他出来可以讲 那么他以前在积压 这个被积压的时候 他看不到这些东西 到底外界对他说了什么 到底他的这个 徐晓星对他们两个的批评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可能是知智片段 可能是律师 可能有一些带给他 他们会有些情绪 那么 徐晓星的姐夫群星会这么大 说他什么泄密声闻啊 然后又又 他指控他的很严重 那就是情绪嘛 那当然律师看他情绪这么重 可能就不再说了 就后续就不再讲 可是如果他的姐夫 跟他姐姐放出来了 不被积压了 交保了 他什么资讯都可以看 他一定会去回顾一下 这段时间到底徐晓星 对我们两个说了什么 那那种愤怒的那种火烧起来以后 那认为他们两个会不会 会不会说那当时 你把我们讲成这样 你有这么好吗 你有这么好吗 别忘了徐晓星现在那100万 到现在为止 到底是帮婆婆还债 还是呢 加入了这个洗钱集团里面的议员 那么他一直在讲说 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是受害者 你不要把我变成加害人 受害者跟加害人一线资格 如果今天 你是钱被骗走了 为什么被骗 这一批很好 会赚钱 那你这叫被骗吗 你是因为没有能够拿到预期的酬劳 这叫被骗 还是你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把这笔钱拿去了 所以这个被骗跟 这个所谓的参与犯罪 一线资格 所以徐晓星紧不紧张 我相信他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做法是赶快把事情厘清 讲清楚 他的做法是 我越紧张 我会爆出更多的料 我会做出更多让你无法接受的一些奇怪的事 包含黑糖馒头 他为了嘲笑郑文灿 这个黑糖馒头伤了多少人 在当时他送馒头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 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是有这种经验的 你把这个黑糖馒头给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吃得下去 你还笑得很高兴 他不在乎别人想什么 他更不在乎人家心里做什么 他只是要到达他一个转移目标 变成声量女王的状况 可是当立法院修会了 这段期间包含了这四 应该我记得至少有四个案 包含温朗东告他的一个案 有四个案 这些案子会不会在修会期间 赶快加紧步伐来做侦查 一定会 一定会 那徐晓星你在接受侦查的同时 你还可以爆料吗 你不能爆料 侦查不公开 你身为立法院 你一定很清楚 可是这些案子 你说不说的清楚 你讲不讲的明白 你还能透过那种方式 这所谓的鲨鱼效应 我不讲这个案 我另外再丢几个案 让记者去追逐 这个对他未来这几个案 开始侦查的时候 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虽然现在他之安 会不会在两个月之内 转参真治安 我觉得这都值得观察 但是呢 徐晓星看来是乐在其中 他跟一般人的那种思考模式 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 求来就打 要战就来 这个方式对于 网红的经营是有好处 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工作者 对一个民意代表来讲 这种方式 无外乎是把自己推向火坑 而且是越烧越旺 那但是呢 不是人家说真金不怕火炼 如果不是真金呢 那就烧坏了 所以我才讲 当他的姐夫姐姐放出来了 当林玉伦放出来了 这些人内心的怒火 会不会把徐晓星 到底是烧出真金 还是把这个真金给烧化了 原来也是假的 这都值得观察 是 一川兄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 从几素书里头 有特别提到 就是杜炳成 他担任这个控盘的指挥 尤其呢 这个联系相关的 一个关键性人物里头 也指挥刘向杰 使用这个LINE的账号 礼貌的小猫啦 幽默的小猫作为工作机 那配合这个制作对话 记录之后 产生虚假的KYC资料 产生虚假KYC资料 应付检检调查 另外呢招募林玉伦提供名下的东陵公关顾问公司的账户作为洗钱的使用 所以这一个吴一三他负责回报整个虚拟货币的交易数量 然后更新每天的虚拟货币的交易额度等等 这些在起诉书里头其实都记载的还蛮详细的 你认为在后续当中呢 检方可能持续还有其他的大动作吗 而且说许小猩可能进一步反击吗 因为之前传出来就是说杜炳城他们在设计上就是说 是告诉这个投资者说 哎你这个投资是有风险的哦 那你要确定哦 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去做这些动作 那让那些投资者也相信说 哎这个是对的 那设了这个防火墙 可是对检察官来说这不是防火墙 这是已经预扫 不然你搞那么多账户干嘛 然后这个东陵公司 为什么钱要在东陵公司进出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 那所以如果林渝伦只是一个车手 就是说他弄了一个他自己的公司 然后让人家这边洗 然后他就是一个车手 因为总是在虚拟的世界里的钱 总是要转进一个实体上 我可以把钱领出来的账户吗 或者是我可以把钱再转到 外面我可以控制的这一个账户 不过这一个 我正在看这个炸气或起钱的案子 这个还蛮一般手法的 这并没有多高明 那只是说去年 为什么去年的这一个 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查到不起诉 到今年的时候过完年 过完年然后三四月的时候 又开始启动这个案子 这显然就是说去年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缺漏了什么样的证据 可能包括这些通联啊 或者什么缺了这些证据 可是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是说 今年的农历年 我们现在七月嘛 今年的农历年 是许晓鑫跟他大姑跟他姐夫 其实还是有联系的 包括他姐姐他们在吃火锅 许晓鑫拿去案子 那这个许晓鑫的婆婆 应该也会跟许晓鑫他们夫妇讲说 你大姑去年有个案子嘛 他们有被抓去 后来没事嘛 那许晓鑫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今年还继续跟他们在一起 就是说他们应该离远一点嘛 就是说如果要切的话要离远 那如果没有离远一点 就代表大家还是亲戚 因为至少是先生的姐姐嘛 不会啊 要是我的话 我这样聚会我觉得更需要 你觉得呢 不是 如果他完全没有 我是单纯的一个家庭聚会啊 如果完全没有涉案 基本上你应该也会关心 是啊 关心孤孤 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冤屈 对 家人之间嘛 到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还好现在感觉是雨过天晴 所以这个聚会更需要 更需要 那应该是说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 比如要不要我们帮你 怎么会被污蔑 需要帮你澄清嘛 对 应该是会有这个联系嘛 可是各位回想起来是 徐晓鑫的第一时间 就这案子一报的第一时间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杜秉承是个坏人 原则上他不算亲戚 对 他姐姐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然后杜秉承还是他大姑结婚后认识的男性友人 当时他讲说结婚后认识的男性友人 这几个之后结婚 他不就结婚吗 结婚后才认识 当时他用的那个文字 其实他是要切开 就说是结婚以后才认识 现在民国几年还要在相亲的那种之概 然后结婚之后才认识姐夫 这个很奇怪 这不太合理 然后第二个是他自己讲那一百万 一百万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他自己讲的 他很早就讲出来了 没有人知道这一百万 没有人知道一百万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己主动讲说 他借给他婆婆一百万 然后一百万呢 当时我们在节目上就说 那你一百万你怎么汇款的吗 是拿现金汇款 是拿给婆婆 汇到婆婆账户 是你汇是你先生汇 从哪一个户头汇到哪一个户头 这就是一张 你只要把你那个账户存折拿出来 就告诉你答案是在这里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汇款 你如果留下来 就看出金流嘛 然后他后来就改成说 是两次的五十万 又跑出了一个叫做两次的五十万 然后呢 两次的五十万他也不公开 他就叫其他的名嘴 我记得是叫月圆志还叫谁 就是说拿给他看 你说你看有两次五十万 然后这些人就帮他讲说 有两次的五十万 这些都他自己报了 我们在外面看不到 因为检察官也不会跟我们讲 我们都看不到 你说媒体媒体也看不到 没他期待王毅川帮他澄清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你怎么会自己 讲出这一百万 那因为如果是借给自己的公公婆婆 或借自己的什么岳父岳母 或者是家里的大舅什么小姨子 有时候这种借钱还是蛮正常的 如果说大家感情真的大 大家跟着有急用 那你就说对啊我就借他 只他现在没钱还我 我也没有缺这个钱了 亲戚之间也不用算利息 所以我们也没有借据 这个社会上都还听得过去 就是说如果你们关系很密切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听起来 许小新跟他婆婆关系 也没有很密切 对不对 没有密切 然后你借给你婆婆钱 然后没有借据 那你说你是给你婆婆钱 这要改成是孝敬父母的钱 没有就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一直反复 一直反复 那我们当然会怀疑说 你那一百万到底是 是什么样 那你一百万是一个投资 还是你婆婆因为投资失利 怕被你公公骂 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想要补那个洞 还是什么 或是你婆婆把本来要拿去 缴房贷的的钱给拿去用了 那现在房贷这边在吹 营兰在吹 你先帮他补这个洞 那就讲清楚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讲不清楚 来这个聪明如他 遇到这个事情 怎么会反反复复的 这个案子目前将来发展 余将军 那表示其实我们当时 我跟阿川都觉得很奇怪 没事你报这一百万干什么 后来才慢慢了解 就是这一百万 如果纯粹是借给婆婆去周转 或是帮婆婆去还利息 那跟杜秉承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看来杜秉承是知道这回事 那他也不用讲 如果是这样就不用讲了 因为孝敬婆婆的 或是孝敬父母的 这个钱不用说 你是讲出来 说你比较孝顺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钱一定跟杜秉承 有些什么样的关联 所以为什么杜秉承 他知道 他知道有这一百万 徐晓星给婆婆去还银行的利息 杜秉承怎么会知道 而且徐晓星还显示过一个line给大家看 说欠钱载快还钱 到底是欠谁钱 谁欠谁钱 对 是欠谁的钱 会让我们徐大立委这么生气 当时是议员 会让当时的徐大议员这么生气 说欠钱载快还钱 是欠谁的钱 那看来不是欠你妈妈的 或是欠你婆婆的 还是欠你的 我们通常会要不是帮父母要投债 就是帮自己投债 那不然还会帮谁投债 看来这个钱杜秉承晓得 晓得这100万 她婆婆也晓得这100万 徐晓星也晓得这100万 她的先生也知道这100万 这100万到底干了什么 到底流向哪里 到底是纯粹还贷款 还利息 还是跟诈骗集团的 这个所谓的洗钱有关 讲不清楚啊 黄岛喝爆纯净软水 酿造出温润甘甜的口感 开胃小菜腌制方便 凉饭沾酱煎煮炒炸 任何料理一事就对味 全台好事多限时约会 第一名店万能醋 我问两位 就是说 也有民众在提出说 你们为什么一直讨论徐晓星 然后这些进入非常细微的部分 但是但是 这个流量又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 甚至很多人认为 违法事实 发生在一个立法院 像他过去的刑事风格 其实大家乐见这个事情 赶快水落石出 你觉得反映出选民 对这号人物的什么样的观感 来两位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你做的事情不符合常理 是 不符合常理 刚刚讲说给婆婆100万 如果这个案子跟杜秉承 他们都无关 你不会讲 你不会讲嘛 就是说给自己的公公婆婆 给自己的这个什么 岳父岳母的这个钱 只要符合税法的问题 不管是自己给 或是自己的配偶 就是说 过年包50万 包多少钱 有些人过年就会包一包很大包 这都不会对外讲 怎么忽然间插出来 就是说他讲的很多事情是不符合逻辑的 那他公公婆婆家里有没有钱有钱啊 他公公婆婆他们的以前的职业 就是说在屏东的那个房子其实是蛮有钱 那为什么又可以去 那个房子没那个价值 又可以去设定了 超过那个房子的超代价值嘛 对不对 那设定超过那个房子的价值 也讲不清楚啊 那你去问银行 银行他不会讲嘛 银行有各支的问题嘛 银行在核定这一个 这个额度的时候 都有各种的考量嘛 包括你这个房子的价值跟 跟你还款的能力嘛 跟你有没有人出来保证嘛 有人出来说对这就是我婆婆 大家都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让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很怪 很怪之外反差性是不是太强了 你身为从台北市议员一直到进入国会 在中央的一个立法机构里头 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们发现他直询的风格里头 引用了非常多夸张不识 甚至造假的资料 后来被证实都是不识状况 所以如今他在声线这个司法风暴里 很多民众会以同样的标准 来检视他赖毅将军 大家为什么喜欢看连续剧 因为连续剧会有 会有很劲爆的剧情出来 这个连续剧本来是一个大善人 到后来他可能出了很多状况 大家观众喜欢看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把连续剧变成县市报呢 那收视率还不高吗 当然会高啊 因为包含了议员包含立委 有几种形态 一种民意代表他从来不踢报 他不踢报 就算你今天有爆料要给我 我就告诉你我不踢报 我是监督市府 我是这个监督建设 踢报的事你直接去告 有这种有这种市议员 像谁就像我 我从来不踢报 很多人拿东西请我报 我说我不踢报 你如果想要踢报 你直接找检方 你直接去报警 我不踢报 包含了警察局的消防队的 还有很多 我接受的所有的案件 我都说我不是踢报的议员 他说这个会有很大的声量 你踢报可以对你选举有关 我说我不踢报 你拒绝的理由是 就是我是一个监督市府 而不是一个出来踢报某项 弊案的人 但是如果这个弊案也牵涉到公权力 跟政府呢 跟你所设定的议员 应该服务选民的目标 但是我不会开记者会来踢报 我是属于这样的议员 那全台湾有很多这种议员 他不踢报的 那么有一种议员是 先别报警 先不要送检调 我先来开记者会 有没有这种议员 有 像谁像许小新 就这样的人啊 吴冠 不论是什么样的案子 他先出来开记者会 他先出来讲 讲完之后呢 该送检调送检调 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其实你这个踢报叫什么 叫做增加自己声量 你没有增加到社会的次序 你没有稳定到社会的次序 因为如果这个案子 直接进入司法检调程序 他会用检调的方式 最多你陪着他去安宁申告 我陪着他去做这个程序 但是不要来增加自己声量 这是我从政的一个初衷 不要用人家的血 来增加自己的能量 如果你是专业 走司法 走检调 但是许小新 恰巧他就不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希望所有事情经过我 我先给他报大 报大之后该送检调送检调 然后说不定会爆出更多的 这些方案 如果能够伤到政敌那更好 其实许小新的做法就是如此 这样的人有没有 是不是坏人 我觉得也不是坏人 如果你自己做得很正 你凡事都是行的正做的正 跟一个公道博一样 你做这个事情 选民没有意见 太好了 太好了 因为你是一个正派人士 你从来不出错 你从来也不夸张 你从来也不乌龙爆料 所以你会变得很有公信力 可是现在 许小新为什么会被这么多的 观众也好 选民也好 来做放大检视 就是你的爆料出现太多乌龙 你本身自己的行为 也没有那么的端正 你为什么大家会加900星吗 就是你支持警察 变成说你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那那个举动就不是一个公正的人做的事 所以这一切就引起了观众的极大的好奇 就是到底许小新跟他的姐夫姐姐 还有这100万还有诸多的这些状况 到底后来怎么了 我们希望赶快知道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想提许小新 是许小新他的做法让大家不得不提他 因为观众想知道 所以我们就帮忙来做一些分析 那当然许小新我看来是乐在其中 他并不觉得难过 不过我我个人朋友就是长期来 不管是民进党中央政策的执行长王毅川 或者是于北辰将军 这两位在谈许小新的事件里头 说真的是本着于一个公共利益 当一个立法委员他的问证他的质询 他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 而不是从公共利益的话 从许小新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许多的状况都有出现这个情形 但是两位他们在评论 许小新的过程里头总是寻寻善诱 我会希望毕竟毕竟是在113席当中的 立法委员回头是岸 如果你可以秉除这个个人私利 以公共政策甚至国家利益为考量 这才是台湾之福 也才是国民党之福 国民党你要重返执政 国民党重返执政里头 不只是党中央 其实立委党团你有更大的power 但是每一席每一席立委都代表的是国民党 对外的形象都是另外一个力量的累积 如果你要重返执政 许小新这样立法委员 你没有传达适当的价值 人民怎么会幸福 你可以真的可以重返执政呢 我想这个建委支柱 另外就是说同样在立法院 因为最近要休会嘛 他因为在昨天我看到 其实在昨天小军超红plus 我们也全程直播 因为立法院院会在昨天 透过了国民党团跟民众党 共同提议的修正动议当中 要求民进党政府解除附中的禁团令 那蓝白所提的修正动议的内容当中提到 在维护我们的安全 包括增进两岸的和平稳定的发展 包括解除人民组织 人民组团 前往中国观光的限制 并且优先开放大陆观光客 巡小三通 前往金马鹏等三个里岛 来进行旅游观光 来这样的一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样一个提案修正 因为其实本来两岸之间能够加强交流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疑虑的 那如今做这样一个动作 一方面我不知道 因为陆委会说他们尊重国会的决定 但是关键好像不在我们是不是 来 益川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那个提案有点在误导大家 现在当然我跟于北辰不能去 小金姐你说我现在要去上海 你机票买了你就去了 我们根本进不去 对 我们进不去 但是 或是进去就出不来 这是一般的人是 我怎么进得去呢 我连香港跟包门应该都进不去吧 就是说很多一般的民众啊 他现在要去要去中国 他如果有申请台胞证什么 他就去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那可不可以三个人约着一起去可以 可不可以十个人约着一起去可以 不然为什么还有那个妈祖 就是回到中国去这个 参乡的这个行程 这个都在进行啊 不然为什么会有桃源市议会的议长 带了一群人去中国访问嘛 那这些都在进行 所以现在好像一副说 台湾人现在都不能去中国 不对 这个是错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台湾可不可以让旅行社去主团 他这样在争取叫做旅行社去主团 那问题是现在中国没有开放中国人来台湾 中国现在没有开放中国人来台湾 他们前一阵子公布中国人疫情之后 可以出国的国家 不包括台湾 那所以我们的陆委会 跟我们的这个观光署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中国开放他们的观光客 一般的民众可以到台湾来旅游 你可以组团进来 那我们同步 我们也组团相对的嘛 不只组团 他们现在连自由行都不太能进来 他们不能说中国的一家人 五个人现在来台湾旅游 他们也没开放啊 那我们还开放 我们可以不用旅行社组团 你就可以去 我们开的都比较多 那他们是一个都不放进来 你觉得因为我也觉得 我的吃的看法是干脆就开放 因为现在化整为零 你说我们不能组团去 个别去的那边集合 也形同对我们来讲 其实前往中国旅游 没有什么禁忌的 但是只是在正式宣布上 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 问题是需要在这个动作里头 进行计较 还是干脆就开放 这当然是两件事啊 一个就是说这个要对等啊 是 就是说我们开放 他们也开放嘛 那我们这边是准备好 就是说你只要宣布 中国人可以到台湾来 就组团过来 组团过来 那我们就开放嘛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连自由行都禁止 都禁止 不是说他们申请自由行 我们不让他来 是他们也都禁止嘛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现在通过的这个提案 这个主决议当然有 没有什么特别效力 就是说你不做 这个立法院也不能怎么样 在立法院的主决议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观光署就是不开放 我们的外交部都不开放 陆尔会就是不开放 好 那不开放 这个事情呢 立法院也不能对 行政官也怎么样 最多就是说你都不尊重 我们做了这个决议 可是如果现在贸然的开放 其实陆尔会讲得很清楚 在跟全世界跟台湾人 穿达一个信息 说现在去中国是安全的 现在去中国是安全的 因为当我们宣布开放 我们的某某旅行社 一天组了20个团 去中国各地玩的时候 到时候去了那里 一团20个人 有两个人的手机被拿去看 没错 回来之后骂政府说 你干嘛让我们去 当我们去就会被看手机 就会被放在那里30分钟 不让我们动 你政府要警告我们啊 可是我们政府 现在已经警告了嘛 就给了橙色灯号 橙色的灯号警戒 对再上去就红灯了嘛 那可是如果现在贸然的开放 好像我们的政府在跟人民讲说 你去啊没有什么 是安全的 没有什么问题嘛 所以这两件事 其实这个事情不难啦 就是说中国只要宣布说 他们的人是可以到台湾来的 那我们的旅行社 就可以组统了 我觉得相对台湾是比较谨慎的做法 不然这会误导老百姓 来余将军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谨慎是对的 刚才遇传讲一个对等 这是对等是一个 还有一个叫安全 对等跟安全 这两件事情 政府对于所有要到中国去的人 必须要负这个责任 对等叫做两岸之间的隔 我们要对等 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嘛 我放你 我放团去你也放团来 这是对等 第二个安全 我觉得这比对等还重要 因为安全是知乎于所有老百姓的事情 这些老百姓都认为 你说我跟阿川我们当然很清楚啊 我们去了绝对不安全嘛 可是有很多人可能认识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们去了他认为我是谁 我去一定很安全啊 可是如果在某个手机的这个联络群组里面 出现了像我们这样的人 他跟我有联络有对话 那会不会造成他的安全上的疑虑 我觉得这些都是政府必须对一般 要赴大陆旅游百姓的人必须要一个精准的交代 那当政府没有办法给你这么精准的安全交代的时候 他怎么敢开放 不是没有人哦 有好几个团到了中国去之后 还有一些是用考察 或者是文化交流 到了中国去他就被扣了 他就被问话了 那这些人也不是中国宣布说什么要什么惩戒的对象啊 或者是什么警告的 没有他们完全没有 他就被叫去 这些人回国之后谁会被骂 台湾政府就被骂了 你们政府做了什么 一点能力都没有 我到了中国去 莫名其妙被大陆的官员约谈 你们怎么一点关心都没有 这是不是中国想要透过这个方式 所制造的一点在台湾内部 更乱的一个源头 让人民因为透过这些灵性的案件 不再相信我们的政府 不再相信政府可以保护人民 不再相信政府有公信力 这很可怕 所以我才说如果说立法委员 他这个法律通过还好没有强制性 如果强制性一定要开放 那所有举手支持立委你要负责 对不对 那他其实他乐于负责 为什么他觉得我如果出面去解决了这个纠纷 解决了这个人民在中国被做一个不平衡待遇的方式 相对的证明了政府无能 你看我我的方向对了 我政策对我颜色对了 我这些立法委员或这些民意代表 到了中国去我可以解决 你好大的陆委会你好大的行政院 面对这种事情你一筹莫展 不是说要抗中保台吗 不是说要这个台湾优先吗 你们做了什么 其实这是我担心的 就是透过了安全 灵性的安全事件 来污蔑台湾的政府是无能的 遇到了大陆的事情他是无法解决两岸纠纷的 那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就会让我们这种所谓的 保护台湾 台湾优先的这种意志跟这种想法一直在降低 那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策略呢 我不知道 我希望不是不要把对岸想到这么坏了 因为我这次出国遇到了很多中国的朋友 尤其在南韩 我过境韩国 遇到很多韩国的朋友 那看到我的护照是绿的嘛 他们就很好奇啊 他说哎 你们这本护照好用 哈哈 我说为什么 我说你们的不好用吗 他说你们的啊 进韩国 连签证都不用 我们的还要经过两道许可 是 中国要许准 许可你出 韩国要许可你进 是 他两道许可 所以我们通关的速度 都比他们还要来得快 所以他说你这本护照好用 那我说没关系 我说有空来台湾玩玩 我听到一个关键的话 连我啊 我们是这种政治评论员 我们都一直认为说 中国要来台湾是中国愿意放 只是我们不同意他进来 完全错误 是中国不让他们来 对 你跟你对话就是一个多大年纪 他的背景是什么 年纪不大 是一个大学生到南韩 去追偶像的 中国的大学生到南韩 追星就是 追星的 他跟我讲的 因为我女儿去追星 所以他们的对话 我就在旁边听嘛 他说没有 我们想去台湾 我们真的想去台湾 那我们那儿 我们那儿还没开放 那我就多话就问了一句 我说为什么不开放 他们立刻保持微笑 不再说任何话 因为他们出国 一定是两个人一对的 如果他说什么 对方会监视他 所以他一听我这样问 他们就保持微笑 不再回答 我说是不是我问了 不该问的事情 他们也就是微笑 不回答 这是一件 让我心中一个很大的涟漪 不是我们对中国不友善 是中国不让他的人到台湾来 看一看台湾的现状 怕谎言破灭吗 还是怕台湾的民主 影响了他对于内部的强势领导 说的真的非常的好 这真的很重要 就是中国还是要强调 中国到现在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团来台湾旅游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双方面对等的一个观光旅游政策 如果我们这是政府的基金政策的话 其实你知道在台湾在去年 2023年的8月24号 我们公布开放 就是两岸团体旅游的规划里头 我们包括就是说 中国的观光客你依照这个事办金门马祖跟澎湖这些外道 跟大陆地区的通行的实施办法 你可以申请到金门马祖去旅行 当年的9月底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只要中国开放陆客 那么开放中国观光客旅行社送资料就可以落实了 但是你看到后来就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一个变数 那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请教两位 立法院在昨天呢 以59票赞成 50票反对 注意听哦 59票赞成赞成了 他反对什么呢 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跟民众党 利润党团所提的 邀请这个总统进行国情报告的决议案 立法院长韩国瑜最后宣布说 依照这个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第15条之二的规定当中呢 是邀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就国家 大政方针进行国情报告 依法要回应立法的提问 那这个发言的时间 那人数啦顺序政党比例等等 由党团协商来做决定啊 其实我对韩国瑜做这个宣布 他说是依照 依照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 我是存疑的 因为我记得我前阵子还特别翻过 我特别翻过 然后我也考量到 这个柯建民的一个论述 这里头啊 我要是没有理解错误的话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对于立法委员去咨询行政院 跟总统来进行国情报告的形式 是不太一样 是有落差的 因为如果我总统来进行国情报告当中 我还接受你一对一的疾问疾答 那到底 到底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还是总统对立法院负责 总统是一票一票人民选出来 总统要对人民负责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你先把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也要一对一 这个部分事实上是应该要 要从宪法里的制度去建立 但是昨天这样的一个通过之后 未来有协商的一个发展了 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那一川你先来 因为这个在这一次修法之前 是这一个立法院可以邀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据点 就这样 那现在这次修法报告的后面加的要及时寻打 就马上回答 我问你你要马上回答 那就进入到一个质询跟备询的这个点 那这个案子总统当然去申请示线 那总统去申请示线 总统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也申请示线 对总统申请的就是这个 因为总统服务立法院 所以总统服务是针对这个部分申请示线 那这部分申请临时处分 那总统讲得很清楚 他说在合乎宪法 合乎法律立法院邀请 我回去做国情咨询 他重复讲的叫咨询 不是咨询 那个文字是咨询 就是说我去到那里跟大家讲国情 然后呢不是被你们咨询 就讲得很清楚 那现在因为这一题已经进入到宪法法庭 那宪法法庭就要去做出解释 说总统去到立法院是一个什么情形 可不可以及时寻打 那而且做了暂时处分就是说 因为就是怕昨天的那个提案 昨天这个黄国昌的提案 就说要叫总统来 那所以这个要暂时处分 因为如果没有暂时处分 总统就要去 所以这个礼拜应该是 我们今天礼拜三 应该是礼拜四礼拜五 宪法法庭就会做出 要不要暂时处分的裁定 就是总统府这个部分 没有全部 全部这么快啊 就是这么快啊 对就是立法院职业新司法 好几个法 那就会申请一个暂时处分 包括什么藐视国会啦 这些题目 那很多人说 那就赖清德不敢来 赖清德绝对没有不敢去 赖清德当过台南市长 赖清德站在那个位置 当行政院长过 就立法院那两个台子 他站过行政院长 他当过台南市长 他怎么不敢站在那里 而且各位如果去看过 台南市议会的质询 不管谢龙介怎么骂赖清德台南市长 赖清德都叫给他拨回去 很轻轻的把他拨回去 或者是说直接一句话对方就塞住了 就讲不出话了 所以他不是怕 但是他说他要建立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宪政官 因为他会是第一个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总统 他说我如果这次去 我如果这次去还被你一问一答 那以后的每一个总统都要去被一问一答 这是不符合宪法 重点是说我们的最高的行政首长 宪法有设计的行政机关首长是行政院长 那有一个人讲的答应的事情比行政院长还大 那到底宪法现在规定是总统还是行政院长 所以这个是代总统的态度 而且昨天通过第一时间总统府就讲了 总统府就说在这个宪法法庭做出暂时处分 跟做出示线之前这个总统不宜不宜去立法院做这个国情报告 就讲得非常清楚 你觉得国民党民众党到底想干嘛 黄国桑已经说出答案了 当时在大法官会议不是讲吗 如果你们邀请总统去总统不去 你们会怎么样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黄国桑讲得很明白了 邀请总统总统不去是总统的意愿 我任何理由反正我不去 你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黄国桑说那不许开个记者会骂一骂就没事了 现在这个事情是不是被犹大法官所讲的 现实上产生了呢 你趁这个在国会事先的 这个间隙的这个所谓的断层期 你们就邀请了赖清德总统要去国会 那赖清德总统去或是不去 你们都有话讲 去的话我就给你积问积答 让你的权力凌驾了行政院长的权力 那到底以后是行政院长有权 还是总统有权 他就造成一个宪政混乱 那赖清德如果不去呢 他就开始 哎呀不敢来啦 没胆啦 对不对 这就是不管怎么样决定他有得说 所以只要立法院把这个事情给丢出去 正反两面他都不 他都不会输啊 他都不会输 可是重点是 什么叫总统 什么叫行政院长 大家要搞清楚 总统他能够去跨越行政权吗 他没有办法 这个权在行政院长手上 那征修调稳定的很清楚嘛 总统就负责国防两岸外出 就写的这么清楚了 行政权就在行政院长手上 那请问你到了 总统如果到了国会去 我把我整个国政方针报告清楚以后 你问到我的是有关行政权的事 我总统是答还是不答 因为总统不能像行政院长一样 带了一堆人去 行政院长你答 司法院长 总统不能做 那叫行政权 由行政院来指挥 那如果是由行政院长来指挥的话 那总统去干什么 那总统去干什么 总统不就晾在旁边吗 所以总统去做国情报 是取代了当时的国民大会 因为以前的总统 是有国民大会的国大代表 一票票投出来的 那总统当然要依据 他的未来的治国理念 治国方针 大政方针 来跟这些国大代表做说明 是因为国民大会就没了嘛 那这一个职权就落到 这个立法院的身上 所以不能把它搞乱 行政归行政 总统权跟总统权 这是两回事 那么如果今天 国民党跟民众党得逞 赖清德去 按照赖清德的个性 他会分得很清楚 有关于行政权的 他不会回答 因为这是行政院长该答的 他去答了 那行政院长算什么 你不觉得就是天大世界大笑话 所有的国家在面对 这一年的变动当中 都是积极去谋取人民最大的福利 因为在俄乌战争的开打 包括去中国化 美中之间的一个大战 事实上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里头包括了通货膨胀 包括了高物价等等 其实美国跟中国感受非常深刻 俄罗斯当然跟乌克兰之间 更是周遭的国家都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的立法委员 在这个关键性时刻呢 不只没有从人民 从国家利益去考量 你们自己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还搞不清楚 基本的法令是什么 连读都不愿意去读 别人纠正你 这个谈话有一句话说 没特色又没 对啊 对啊 我觉得真的蛮莫名其妙的 蛮莫名其妙的 所以呢 如果依照这个形势发展 立法院这三读通过 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宪法法庭已经在7月10号 7月10号那天 已经召开过准备程序 那么事件案跟暂时处分案 都是由宪法法庭在审理当中 很快的时间 搞不好真的就会公布了 不过我们不管怎么样 基本上要尊重宪法的严肃性 因为在宪法法庭裁判之前呢 任何的宪政机关都不以采取行动 赖清德其实不只是表示一次 他愿意在合法和宪的前提之下 前往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真的 赖总统他不只一次表达 合法和宪 我进行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 他是愿意的 但是这次立法院三读通过的 相关法案当中的审议程序 引发其实大家高度的关注 所以呢 在盛防法庭还没有结果之前呢 是不是大家就等候通知 国民党民众党 可以稍微忍一下吗 可以等待结果吗 好非常谢谢两位 我们等一下还要请教余将军 这一趟的美国之行 以及在环太平洋军演当中 他见证了什么 也谢谢所有线上观众朋友 谢谢阿川 谢谢将军 我们再会了 还没用过万能醋吗 第一名店万能醋 使用日本大营酿等级白米 光导喝爆纯净软水 酿造出温润甘甜的口感 还为小菜腌制方便 凉饭蘸酱 煎煮炒炸 任何料理一事就对味 全台好市多限时约会 第一名店万能醋 我们下課了 挑战 好 3 4 5 3 5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